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那么这节课的开始 我们先回答我们上节课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对一个私有变量 强行从它的外部 对上的外部来复制的话 不会报错呢 难道说这个私有变量 它的这个私有性没有生效吗 它依然是一个公开的吗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复制了之后 我们再尝试着去读取一下它 那能不能读取到这样的一个双下滑线score 因为我们说了 私有变量的你既不能设置 也不能读取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了我们不仅成功的 对这个私有变量进行的复制 我们还能够成功的读取到 这样的一个双下滑线score的课 好 那么我解释一下 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设置的score 这样的一个实力私有变量没有生效 而是因为由于Python动态语言的特性 你在这里实际上是给这个 是就很容易新添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 注意我说的话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Python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点的方式 来添加一个新的实力变量 好 那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下这个问题 好 我们先把这样的一些我们不要的代码去掉 好 我现在只是深层的我现在只是实力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电子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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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 这个运行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好,它会爆错,看见没有 student object has not attribute,双下滑线Score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两个对象都是从同一个类实力化出来的 我们读取student1双下滑线Score的时候没有爆错 然后我们读取2的时候却爆错了 这是为什么? 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对于student1 这里面有一个强行的一个复制的操作 那么我刚刚说过了 这样的一个点双下滑线Score 实际上是利用pansom动态的这样一个特性 你给student1这个对象添加了一个新的属性双下滑线Score 它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 双下滑线Score 我们再强调一下 这一点对理解pansom的动态非常重要 这里的双下滑线Score和我们原来的 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 并不是一个 好,那么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来验证一下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了这样的一个双下滑线DICT 这样的一个内置变量是可以查看 某一个对象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成员列表的 好,那么我们在利用pansom的动态属性 加入这个双下滑线Score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样一个DICT列表的一个变化 我们 print student name 然后我们点双下滑线DICT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表 看完之后大家就明白了 好,运行 这里是打印的这个DICT的认知变量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吗 好,前面的name和age 这个都是我们定义的 我们是知道的 但是这个student双下滑线Score这样的一个 我们放大一点 这个又是一个什么鬼 我们从来没有定义过一个单下滑线student 双下滑线Score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变量 对不对 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好,其实这个奇怪的变量 就是我们原来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私有变量 双下滑线Score 只不过它是它在存储这样的一个私有变量的时候 会做一个更改 它会自动的把这个原来的双下滑线Score 更改成一个内名 加上双下 双下滑线Score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名称 好,然后我们会发现 这里又还有一个双下滑线Score 那么这个双下滑线Score是哪里来的 答案是不是很明显 是我们在这里动态添加的 好,其实这里我们如果要讲深入一点 还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说我们尝试去访问一个私有变量的时候 Person和Bob这样的一个找不到私有变量的错误 关键的奥秘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Person它已经把原来的私有变量 它的名字给改了 如果不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动态添加的过程的话 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双下滑线Score的 我们其实可以打印看一下这个19.2的这样的一个DICT 好,这也会报错对不对 好,我们把这个给出视角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19.2 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上面是19.1,下面是19.2 那么对于19.2来说的话 它就没有双下滑线Score 所以说这个就是Person 对于私有变量的一个保护机制 原来我们所设施的实力变量双下滑线Score 已经被改名了 所以说你再一次尝试一下去防私有变量的时候 就会给你报错 好,那么大家要善于挖掘 从这个实力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 如果你想尝试着动态的去添加一个私有变量的话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你呢,在添加了这个双下滑线Score之后 它依然可以利用这样一个preemptive具 再次去读取它 原因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你动态添加了这个双下滑线Score 它还是存在于你的这个DICT列表里面 既然你存在的DICT列表里面的话 它就是可以读取的 所以说不能够通过动态的方式 来做这样一个视野变量 所以说Python的这样一个私有变量的保护机制非常的low 同时它也非常的简单 它其实就是把你原来的私有变量的名字给你换了 让你无法从外部读取到 好,那么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再讲深入一点 严格意义上来讲 Python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私有变量的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我们直接 比如说这个实力 比如说这个实力是16x2 虽然说我们不能够直接去读取 19x2的这个私有变量双下滑线Score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魔术的方法 我们去读一下 它是这样一个被更换过后的实力变量 单下滑线内 然后再加上双下滑线 原来就这样一个实力变量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可以间接地多取到私有变量 我们看一下 把干扰的因素给排除了 好,就这样 把这个也就是这样 好 变形一下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 print student2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被更改过后的私有变量 我们还是访问到了 student2的私有变量 所以说呢 拍摄呢 没有任何的机制啊 去阻止你去读 读这个私有变量的啊 只要你想读的话呢 还是可以读的 但是这个呢 大家要自觉啊 因为既然别人呢 是想隐藏这样的一个私有变量啊 那么呢 你就不应该啊 强制去读取它 否则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类呢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样的一个成员可见性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好 各位同事 那么关于这个成员可见性呢 我们不仅呢 给大家讲 它是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定义啊 我们那也深入的挖掘了 它的一些机制和特性啊 好 各位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集课再见